今天是来到这个世界的第57点 村里面一个村民都没了 我也很心痛 所以我必须完成某种事情 比如说去其他的村子里面抓一些村民回来 嘿嘿 出发 虽然通往另一个村子的地狱门打通了 但还是一个半程度 等我先把地狱这边的路给铺上 然后再去搬运村民 唉 又是一个麻烦的行李活 又是有个帮手就好了 总算到传送门了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带了那么多的原石 居然还不够铺满这条下界隧道 把身上这最后一组原石给弄掉 我再去拿一些石头 还好之前下界王矿的时候留了很多 nice 最后一块 嗯 我怎么听到了恶魂的声音 此地不宜久留 我先回家南原石再转过了 嘿嘿 大概放的差不多了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再造一个原石宝负门 把地狱门保护起来 不这样做的话 那天来一只恶魂可就难受了 好了 接下来就是铺铁尾的环节了 完工 足足让我见识了两个小时才这副模样 本来还想着给我的铁轨啊 造一个这阳棚什么的 可是实在是太麻烦了 暂时就先这样简陋一点好了 应该没问题 毕竟接下来的活可能会让人崩溃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听过 鱼公鱼山的故事没有 因为这个村子在我头上 我要是想把这群村民 从他们村搬到我家 是不是还得先把这种三个移为平地才行啊 Oh my God 话不多说 开工 刚才回家修了修自己的铁杆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大家想先听哪一件 好好 那我就先说好消息吧 好消息就是 我已经挖通这座山了 只剩下搬运村民了 坏消息是 我挖错方向挖到山脚下了 不过好在山脚下还有一户村民 有村民就行了 只要带回家一个 就能和我家的村民进行互动 从而生出村民宝宝了 让我们来迎接这位幸运村民回家吧 哎呀不好 村民要出了 赶紧把铁轨调整一下 给我上车吧你 村民靠车出发咯 免费地狱旅行一日哟 不你满意 没想到矿车的速度那么快 快等我一会儿啊 等村民到了这个地狱传送门 矿车敲掉 村民就会传送过去了 我也跟上 没想到村民过途以后还会在原地打转 这是没来过这里太陌生了吗 没事没事 上了我的矿车 就是我赵的人了 哎 矿车怎么不开了 我半推两下 加油加油 马上就到新家了 咱们走着 到这了到这了 给我下车 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安全的村庄 阳村 得想个办法把村民骗进我的小屋里 来来来 来我家坐子 没想到还真不客气啊 接下来就是让这两只村民惨人好感 我记得村民是需要小麦的 当村民富裕的时候 就会和其他的村民有小宝宝了 来来来 刚好给你们采了一些小麦种子和小麦 多给你们了 我去 居然全要了 那背包是有多大呀 太过分了 无底洞吧你 好 我们下期再见